今天要体验的是娘惹的一天 正好我现在跟朋友吃晚餐 吃的是娘惹菜 带了一瓶第五代青花郎 我感觉他会跟娘惹菜蛮配的 毕竟它是经典与时尚的结合 就像这间餐厅一样 这是一家娘惹四房菜 老板是土生华人的后代 每道菜都有他亲自下厨 味道也是从他昨晚那一辈 尝到现在的 娘惹菜他用的香料比较多 有斑兰啊姜黄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用一瓶风味 比较纯正的酒去搭配会比较合适 我就带了这瓶 后来老板看到我在拍摄 说也想试试这个酒 这个好 很男人 我喜欢他的那个感觉 他口味比较heavy 慢慢的上来 对 然后比较丰富 对 所以我才会拿他来去搭 今天晚上你的餐 对 非常好 对 有某种水果 水果 然后你再慢慢的慢慢的 我可以挺碎的 没想到大家都这么喜欢白酒 在异国他乡 我看见有这么多的朋友 愿意尝试中国白酒 我真的特别的自豪 这种自豪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 足够自信和认可 民族文化的发扬不仅是传承经典 也要一直吸收新的元素 与时俱进 娘惹文化是这样 中国白酒也是如此 拥有强大文化的同时 保持海纳百川的谦逊 才能够被 那么多的人看见